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音乐剧演员云嘎 这牛年到了 祝大家牛气冲天 牛转乾坤 祝大家长命百岁 时隔两年是吧 是时间有点长 我一直等待这个好的机会 一部好的剧 一个好的缘分 吸引我的地方 其实它是本土化的 遥远不是阿云卡 遥远折射的是 在我们中国大地上 所有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影子 打工仔的影子 那当然了 情感 情感当然是 我们是有很多相同的 每个人都一样的 你要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当然通过你自己的人生经历 去赋予这个角色 更多的情感 但是你的外在和你的经历 是完全不同的 所有人就会说 哎呀你这个 跟你自身太像了 我说好多人都在底下哭嘛 对吧 那可能跟你们也很像 这个人物 跟你自身有一个映照 看到自己的不容易 都会有这样的情感 我们的导演呢 叫 萧便便 我呢叫 阿改改 导演是挺看 这个 好的建议和评论的 我们每次看完了之后 都会 开一个小会 所以我们就大胆地去改 这试一试 所有人都觉得结尾太唐吐了 那我们 尽量的让它 不怎么唐吐 灵机一动 我说我的灯不亮了 是因为我按错了 我后来才知道 不是不亮 我说我的不亮 你亮 我说不行 给我拿过来 他抢 他在那还给我一个表示 你还抢我东西 我抢你怎么了 其实我们俩在那用眼神 其实已经交流好几分 我们还在那唱着歌呢 就是最让我感动的一刹呢 还是 何处是远方 我自己唱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付出 一定会有回报 它是一种付出型的 他觉得我看到 未来自己 成功的样子 所以他拼命的 拼命的工作 对 所以 那一场 我是比较感动的地方 后面还有一个 我哭得稀里哗啦 是 等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所有人回来的那一刹呢 对 那个 我是确实是哭得都 哽咽了 我这话都没唱 对 一段都没唱 觉得那一瞬间 我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因为我是个特别重情义的人 所以那一刹呢 我没忍住第一场 后来我还是忍着 有些时候戏 本身演员 音乐剧演员 你就不能在台上哭 这是其实是大忌 你哭都是技巧 你的情感 你不能真的 极致化了以后 你对你唱是有影响的 所以那个情感到了 观众哭就好了 嗯 对 你一定要在这个情感上 有理性和感性 是要切换的 这是演员 你要是话剧可以 你在那哭哗啦哗啦 你还能说 你哭哗啦哗啦 你唱个试试 全鼻涕 一呼吸 全都给你 进嗓子眼里面 你都废了 一呼吸可能都挂了 可能都得 这个我是经历过的 哎呀哭得激烈哗啦 呃呃呃呃 把自己在噎死 特别危险的 医院清单的时候 嗯 就有时我真的放开了 最后一 一唱的全都不行 就它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体验的东西啊 但我觉得 这个 就是戏剧工作者的一个 一个难点 我是有画面感的 我可能 这个人吧 每个人都有一个人 每个人的这个优势 我是特别有画面感的一个人 所以有些时候写旋律的时候 画面感和那个旋律会 可以很好的融入 啊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 我有这方面的天赋 以前是 我从我身上压根没有看到 我有我有任何天赋 对自己自己觉得太太笨了 就是记忆力也不好 什么方面不好 原来后来我发现 啊这个画面和这个旋律能够融合 啊后来 有人跟我说你有这方面天赋 然后我就按我承认了 哈哈 他安详的躺在地上 闭眼的那一刹呢 嗯 就是那一刹呢 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 我哭的稀里哗了 就觉得他死了是对他家人最好的爱 对不给他们带来麻烦 对就那个是特别特别感动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很奇妙 南米达的时候想到自己故去的亲人嘛 嗯就会会想象的他在天上肯定会看着你啊 何处是远方 我们在唯独剧本的时候 大伙都在唯独剧本 我就跑题了 我就脑子又走了 我说何处是远方呢 我们我在寻找何处是远方 我脑子里面一直飘到哪儿我不知道 突然就 这个音乐就出来了 我一到钢琴那儿 它是个疑问剧 我觉得特别对 我说你们听 听我主题出来了 我的大伙都唯独剧本呢 然后我说 咱听一下啊 我在说 何处是远方 你想抵达什么地方 我说好 这个歌挺好的 大伙都觉得特好 我也特激动当时 我不知道我们说是 不是有多努力 那个旋律出来的 是 那一刹那 宇宙给我传递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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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我就哎呦 我说好 我跑了一圈回来 就有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好玩 大学生活 也想到了身边的 跟我这么多年的 我的发小 几个兄弟都在北京 像伊利奇啊 斯里根啊 哎呀 就是想到了 兄弟们在一起 只有嗨 只有吹牛 天天吹牛 我将来我要成什么样 什么样的 就是说印证了 曾经吹过的那个牛 一点一点在实现 所以这种东西 歌呢 是很嗨的 很嗨的 没有什么 一个男人嘛 就是洒脱 很感动的 我也身边很多朋友会跟我说 我说 嘎子你真的是 挺幸福的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还有能够再回到舞台上 跟你的同学一起演出 觉得他们会很感动 但是你在舞台上 好几个同学在一起演戏呢 时隔这么多年 是真没有 极少极少 各奔东西 各忙各的 生活呀 对不如意的 所以很难得 真的很难得 我是 哎呀跟台上 跟大川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 状态是 不一样的 我也 我也少年过 那一瞬间 我还是 回到了那个少年的自己 看到大川的时候 我就感觉 刚来北京 在北京打工的时候 追 音乐剧梦的那个少年的自己 曾经在上海演出的时候 没有观众 演这一部戏的时候 哎呀这个 真的是 说起来 挺难过的 那个时候中国音乐剧 哪有人看呀 尤其是像原创音乐剧 请人送票都不来 彩排的时候 其实就掉泪了 就真不容易 在这几年当中的 在这几年当中的变化 现在所谓的 我的同学们也好 或者是干音乐剧的 毕业的也好 其实他们没有离开音乐剧 从事音乐剧 从事音乐剧教育啊 从事音乐剧制作啊 音乐剧不是演员组成的 音乐剧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啊 他们都在各个岗位里边 为音乐剧默默的付出 所以我觉得 我一点都不孤独 就是毕业后啊 能够跟同学们在同台一起 当演员 这是特别 特别开心的 嗯 他们说的挺好的 尤其是刘师傅 给我发了个信息 恭喜兄弟 这是个很男人的一部戏 这种风格的音乐剧 在国内 几乎可以说没有 讲述九十年代 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现实主义题材 是真没有 所以大家看到了可能性吧 我觉得可能性 当然有很多 我说的还是很多不足 我们的整个的基调是对的 我们可以给他做的 可以更好 很多包括我们说 我们身边的导演也在跟我说 你们的整个的这个气质 很好 非常好 音乐剧的作品多和少重要吗 其实并不重要 我觉得好的作品是重要的 我是对个人是我是 我是严格的要求 我要接个戏 我要选择的是那个缘分 和选择的那个好的戏 如果他来了 我一定会做 但目前而言我看着 戏是一定 一部戏是一定要扎根到底 你才能够好 这个打分的这个事啊 我是觉得得有个机制 这个相互打分 不仅仅要相互鼓励啊 咱这个圈子变小啊 我觉得应该打分的一个机制 你得看过剧 没看过剧 对吧 你看完剧之后呢 你就得真的得答题 详细的答题 我觉得这个机制得有 你要不然你看都没看过 你在那打什么呀 你看完了 你把所有的问题回答了 好 你好在哪 不好在哪 你说出来 对吗 这个很重要的 多少个爱云感没用 中国音乐剧需要 中国音乐剧人 一起努力奋斗的结果 我还是那句话 我只是做着我自己喜欢的事而已 我也没有那么说我能怎么 为中国音乐剧做什么 因为音乐剧是我的职业 我每年要做一部戏 很知足啊 什么时候说是在热搜上 能够看到中国音乐剧 那是我特别开心的事 可能比我自己上热搜 可能会开心 如果我是观众的话 我一分钟都不会给 观众买票来看 看的是一个好的剧 让你身心愉悦的 不是让你在那看痛苦两小时干嘛呢 对吗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 从事音乐剧行业的人来讲的话 我们也在尽力 希望大家多多的包容 就是在选择上 你们也要多观察一下 看看哪部剧还是不错的 那我觉得就是多多支持一下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越来越好的戏会诞生的 只要我们现在市场还不错 还有一半人来看 那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嗯 我不会觉得可惜 我觉得它是时间的艺术 你十年前在台上和今天在台上 它都是你美好的回忆 我倒是有没有拍摄 我并不是很在意 我都储存在自己的脑袋里边 好多美好的画面 其实我是记忆力不好的 但是在台上的那一 那一时那一刻 我都是记住的 都在脑海里 这个我们需要 不断的坚持 我们愿意当这个电脚石 我们愿意铺这个路 我们只是说 我们只是一个铺路者 中国音乐剧会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它一定会越来越好 如果有个人演唱会 开场曲或选哪一首? 不朽的呀肯定 不朽的会开卖实体专辑吗? 不会的 因为我们卖了这个电子铲 电子专辑 就不会再 再卖实体专辑了 对 大家很希望有那个黑胶 那对于就是想拥有 却不能拥有的粉丝 说一句话 因为这个量特别有限嘛 然后 如果后续我们还有什么活动的时候 尽量能够 满足 没有 有幸的观众吧 今天在影视剧方面有提法吗? 目前没有 像自己会回顾以前演的那些网大吗? 比如说男子号啊 林陈玉啊 男子号这种别提了 这这这这简直了 都是挺好的经历 去年最喜欢哪套造型? 古装 妾女幽魂 小时候有没有养过小马? 我们家都是大马 没有小马 小羊有 那会给自己的小羊起名字吗? 小时候起过 我都忘了起了什么名字 但是小时候那么多羊 每日都起吗? 不不不 就肯定自己最爱的羊 就那个我那个最爱的羊 被吃了的那个 我小时候我们 我们家有个小羊跟我一起玩大的那种 两年后 有一天中午 我吃了一顿羊肉 然后我就喊我那个羊 因为那个羊 我天天起 就跟我可好了 我一叫他就来了 那天吃完羊肉之后 我就叫 然后 那羊就不见了 我就问我妈 我说 那羊呢? 你中午不是吃了吗? 哇 我跟哭了呀 我简直就疯了 我就疯了 当时真的疯了 气死了 你不知道 后来就那么哭了两天吧 闹情绪 那我两天忘了 觉得自己更像哪种动物? 狼 最喜欢什么气氛? 以前特别喜欢rmb 后来 古典 对 最想合作的歌手? 哎呀 那太多了 我一直跟 娜姐说我们合作一首歌吧 我废江大哥 我想跟他合作 如果只能选择一首歌 让观众去感受音乐剧的魅力 你会选哪首? 大教堂时代 绝魅 是不是会特意的在网上搜索所有带有闪电和皮卡丘元素的东西? 对呀 我喜欢那个闪电的那个标识 因为我的名字就是雷鸣闪电 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怎么感觉我天天都挺开心的呢? 推荐一部最近看的音乐剧? 在远方? 我看夏老师演呀 夏振凯 有没有什么想翻唱但一直还没有公开唱的歌? 我想在大的电视台上唱《大教堂时代》 就是对我们的地球唱首歌吧 Agre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es rois du monde vivent au sommet, ils ont la plus belle vie, mais il y a un mer, ils ne savent pas si qu'on bosse d'un bas, ils ne savent pas qui c'est chez nous les rois. Nous, on fait l'amour, on vit la vie, jour après jour, nuit après nuit, à quoi ça sert? Sur la terre, si c'est pour faire nos viages, nous, on sait que le temps c'est comme le vent, de vivre, car ça t'important, faut pas mal de la morale, on sait bien qu'on fait pas de mal.